这下前锋,巴凯布,高林,吴磊,效力于国安的巴凯布11次出场,11力进球,连续9场进球,如此超级数据,目前看来只有磊金黄牌,能阻止他进球的脚步, 他从这半载季的表现看,巴凯的进球效率,已经秒杀其他外援顶级射手,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,这笔签约只能用真相,二次来形容,亨大的高林依然是国产中锋里最出色的那一个,五球四助攻,既能射满,又能传中突破踢边缝,还可以背身拿球,高林的全面让他在亨大多年一直屹立不倒, 总能适应战术体系的变化,并和新元产生化学反应,这是绝大多数国内球员都不具备的, 吴磊首发出场14次打入13球,从第三轮开始领跑射手榜,即将27的吴磊,正在朝着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打步前进, 目前他已经是最近10年领跑射手榜时间最长的国内射手,处于黄金年龄的他正在书写辉煌,最佳中场, 比埃拉,黄紫昌,奥斯卡,金庆道,比埃拉首发出场14次,取得了六进球六助攻的数据, 虽然说奥古斯托是现在这只国安的基石,但比埃拉是进攻发动机, 如果只有奥古斯托没有比埃拉,国安的进攻就没有那么锋利, 尖刀用来形容比埃拉刚好不过,黄紫昌作为年轻小将,首发12次打入武力进球, 如果不是国家队的种种事宜导致他没有好的出场状态,他将只有更加出色的表现, 即将到来的亚军会,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,奥斯卡一人独扛双港进攻大旗,九球十一助攻, 长逊射门2.7次,这种现象级的数据过于亮眼,他身上的领袖体质, 也是其他球员不具备的,精进到最为出色,他已经不再释放手, 今年的他已经更加的全能,我们趁他为小坎特也不为过, 最佳口味,刘剑,吉祥,石科,本赛季的黑浪北京人,何必须有人入选的话? 这个人一定是刘剑,即使受到伤病的影响,出场十次, 但这十场比赛,人和四胜三平三负,而没有他十, 无场比赛球队输了三场,可见他对人和后防限至关重要的作用, 吉祥的两次世界波给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, 除此之外,他有五次绝妙的助攻,而且船中,突破,强断,拦截, 几围,苏宁易购的右路,真的是他的天下, 石科虽然在压惯表现低迷,但在中超,他还是值得信赖的第一中尉, 有了他的上岗,后防限从来没有崩过,他也是球队反弹的关键人物, 值得一提到是他的传球成功率,高达85.2%,最佳门奖,王大蕾, 这点毫无疑问,总扑就次数44次,直接助攻一次, 照点球一次,多场比赛临风对手,有了他的鲁能, 才算是真正的山东鲁能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